今天張孟姿來到直播室 不是開工理士給大家 而是派這個powerbank 給大家過電 是不是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品 是因為想和你們迅速過電 哇 這是快叉 快叉 你只能放在後面 我們會馬上連接到 好厲害 還有超限量的 謝謝 我先讓大家看看 這個真的頗漂亮 這個真是 心思是誰想的 我跟公司想的 連顏色都想清楚 連顏色糾結了很久 究竟是黑色粉紅色還是其他顏色 你的螢光綠黃色 但配銀色我發現原來粉紅色挺好看 你第一支EP也是這樣配色 很厲害 Wuddy記得 因為我就是覺得不如升回我第一支碟 你的字體也要跟著 對 字體也要跟著 整個logo都在這裏 有Wuddy這首歌曲 今天有Wuddy 張萬志 作曲和填詞部分都有阿姿張萬志 編曲找到Nik Tui 和你一丁的監製 監製繼續有你一丁 記得和情侶一起走過的每條街 一起選過的每個飾物 一起看的每部電影 每個足電的瞬間 今天有張萬志 Wuddy Hello 大家好 新年拍拖 是不是要拍拖了 要拍了 你妹妹阿沙有《In Love in the Morning》 然後你有過電 我聲稱這些歌是發酵歌 春天是要這種氣息 很想拍拖 很要戀愛的氣氛 很想讓全世界人知道 是 其實也有這個意思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吸引力法則 真的 我寫這首歌是沒有拍拖 但會覺得不如記錄一下過電 觸電的瞬間 因為之前也有一些甜蜜歌 但好像在寫一些過程 例如深夜浪漫是說曖昧的過程 然後前面也是一些很私密的過程 不言自明也是一種默契的過程 好像每一首歌是說那種心臟麻痺的那一刻 但我覺得有很多畫面 或者是某些情節是只有你和那個人才能擁有的過程 即是可能是做了某些事 或者是一個很親密的一秒 你都會覺得很棒 這個畫面你會永遠記得 那我就覺得不如寫一首歌是說這件事 那些人聽的時候 可能會想起那個觸電的瞬間 好了 你自己把觸電的瞬間是甚麼時候 其實我放了在MV 我都可以很赤裸地和大家透露 因為MV也是自己到的關係 我真的放了很多自己覺得很浪漫的情節 其實我都放進去 其中一個真的事 就是我曾經看電影 和一個喜歡人一起看電影 就有那個娛樂堂 那個青色 其實這個娛樂堂也有關於曖昧的事情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這個娛樂堂的廣告歌 是容祖兒的歉 原來是這樣 也是那種甜蜜 那種曖昧的感覺 所以難怪這隻糖很給我一種感覺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吃這隻糖 然後就看電影 然後就給了一粒糖去吃 然後她突然間就給了一個心給我 就是MV最後的時候 男主角給了一個心 就是用糖紙摺了一個心 對 我那一刻都攤開手 因為暗暗的 我都看的是什麼 原來她摺了一個心 然後我也會覺得 這個時刻很甜蜜 其實我也挺喜歡這些事情 就是做這些小心思 把這件事記住了 然後就放進MV的情節裡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覺得啊 的一個時刻 對 很甜蜜 男主角其實是給你的聲譜 對 其實很明顯 對 所以就立刻過電了 對 一說這些位置就 少女知道了 對 突然間已經 我覺得很極端的是 我有好心情的時候 但是其實 心底裡又有這些 還有一些少女情懷在裡面 對 既然已經說到MV 自己這次是做導演 就去台灣拍 對嗎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選取呢 很多朋友會選擇日本 對 因為也很有浪漫氣息 但是也要選台灣 台灣是因為 首先機緣巧合地 弟弟本身 Liuzy 都要去台灣 然後聊一聊就說 不如我也直接去台灣 然後又近一點 可能成本也可能 應該沒有日本那麼貴 我也不知道 因為一起去已經低了成本 對 然後我們同事也是 非同一個組織 即是同一個班底的同事去 對 變成我們兩個都一起去 然後 然後 我也本身挺喜歡台灣 因為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 都是去台灣 以及溝通上 都會方便一點 我剛好有一個朋友在台灣 因為他在讀筆藝大 即是他會做製作者 會去做製作者 亦都聯絡了他去做製作者 所以就前期繼續跟他聯絡 然後 我還記得是 其實是Clock and Flap之後去的 哦 3月還是12月 12月的頭去 然後我還記得是 一去完Clock and Flap 我是撿通行李箱 因為要做製作者 即是要做製作者 然後我覺得整件事很青春 就是因為我無論如何都要看 Clock and Flap 最後一天的 那些 連結 然後一回到家 是我一件事都未撿 然後之後很厲害 不斷撿 不斷撿一些東西 而且你又不可以只準備好一套 你要準備好多套 去到時襯 而且有些景又未看 那真的撿到最後一秒 我真的要出去 真的要去機場 那些是小孩子的時候才會這樣 現在做事或長大了 真的會計劃得很好 可能幾天前已經開始 把行李箱慢慢撿進去 或者衛索性什麼都不戴 這麼瀟灑 他不可以拍MV 他一定要準備好衣服 但你的風格呢 有沒有戴上男生那邊 男生那邊我也戴 但是我沒有戴不完 因為我本身已經跟他DM 就跟他說 先夾定了 對 我說你這套衣服多漂亮 我真的在他IG上戴 你這套衣服多漂亮 你夾不可以戴 這樣 我就先問他 但我也有一些試卑 因為我有些男裝 大件一些 對 我就戴好幾件 然後有些打底 就打算戴過去做試卑 但他本身男主角也不錯 他自己也是很貪美 所以很容易都可以配合 自己的衣服也可以 不用用你的衣服也可以 你剛才說看景 那誰幫你找景 我覺得挺漂亮 譬如很闊的馬路加上天橋 燈光 甚至咖啡店的通電話亭 其實也很漂亮 對 對 其實也有困難 一開始就找說想要一些 都是很刺激的景色 真的想 然後 覺得 製作者 因為他已經在台灣 一段時間 他就一直傳出景色 然後同步地 我和同事也一直看 台灣有甚麼咖啡店 台灣有甚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發現這個燈波咖啡 是很漂亮的 他外面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然後 原來他收工後 就可以去拍攝 然後你又要量成本 量成本 他預約的時間 到場費 那些 對 SEVEN也是我一個很情義結 因為以前看十二夜 就是 青春 還有拍子 我很喜歡十二夜 然後他們又會在SEVEN 重慶森林 金城武 又會在便利店出面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令到我覺得我對便利店 有一種很喜歡的情懷 在裡面 還有我覺得在便利店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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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聊很久 是很有感覺的 有沒有一個親身經歷 試過聊天 聊天 聊天 但沒有試過在便利店出現 所以自製了這個情節 在MV 希望不久的將來會發生 我覺得之後會有很多人去這間咖啡店 去便利店 打卡 然後再聽一聽 這也是過電的其中一個場景 造成了很多給大家可以打卡的景點 這次 我也蠻希望 這首歌可以令到大家有心意對象的人 可以傳這首歌給大家 或者是因為裡面的東西 不知道人們會不會買過娛樂檔 然後接其他任何東西送給喜歡的人 或者是去那些地方 即是跟喜歡的人去台灣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令到他們 有一些愛火 是拆出愛火化 拆開了一些東西 拆開了 這些是曾經令你觸動 令你觸電的時刻 現在如果再經歷一次這些的話 會不會感覺沒有以前那麼強烈 因為我很久沒有 沒有過電 如果現在有 我反而會覺得頗開心 因為都覺得頗懷念 這種感覺 但有時候都會問一問自己 是否以前才會這麼強烈 對這種感覺 特別現在是藝人 或者可能沒有那麼容易跟你充電 大家 為了多了經歷 對多了經歷 其實人是理性了 你會發現 可能沒有以前覺得 這一刻已經很棒 那一刻已經很棒 但我覺得仍然要保持著那一種 很開心才可以感受到所有美好的時刻 隨時要拆開火花 過電是2024年的第一首派台 在這間公司很幸運 因為你可以發佈自己的作品 創作 甚至現在MV的畫面 跟公司一直在談 是否繼續以這個方向 其實沒有想太多 但發現公司也多了 找我拍公司藝人的MV 是否因為你收得比較便宜 甚至是沒有錢收 但我有用愛 我只知道 每一個人要怎樣是最有型 其實我也可以在這裡遇過一下 其實我來幫了洪家屋拍MV 即是下一首歌的MV 是下一首歌的 也是很開心的 因為大家本身也會比較熟 在公司會比較熟悉她的角色 或者她的風格 去想她的歌曲如何行動 其實我覺得蠻好玩 其實張曼芝是否這兩年都開始 在影像上要多一些發展 即是見你除了幫大家拍MV之外 在網上你也會有一系列的 可能一些片段 當然是滿足自己 但也可以認識那些演員 或者朋友 以及告訴大家張曼芝的度是怎樣 是否都有這個想法 我會想呈現一些我喜歡的東西給大家看 應該說除了唱歌或者唱作這件事 去分享自己的音樂 分享自己的詞之外 我都頗想在視覺上 亦都給大家感受到我 好像整件事更加立體 因為我覺得 我很想透過自己的創作 去跟別人 即是真的去跟任何人過程 去影響也好 或者帶給他們共鳴也好 去感受也好 所以我都在想如何令大家更加知道 我是如何感染到大家 或者我們透過我的創作 和大家溝通 所以我覺得做多一些創作的東西 或者創作的東西 好像會更加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更加連繫 所以我就不斷地去做 但是有很多人就會 你是不是已經開始要轉做導演這個方向 其實不是 我真的很喜歡歌手這個身份 但是同時地 我亦都真的很喜歡音樂創作 但可能 上一年突然多了一些導演的作品 有很多人會這樣問 但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同時地進行 我又喜歡歌手 但我又喜歡演戲 但又有空 在導演的崗位上 有很多不同的藝人玩 或者拍一些自己想分享的東西 這樣 對 跟大家分享多一些深入感的東西 嗯 做導演和做歌手的滿足感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導演是當你看到那個藝人 例如你幫一個藝人拍完音樂 他喜歡這個音樂 或者你呈現到一種你覺得他很魅力的位置 那個滿足感很大 是 特別是他也要喜歡 或者是用你的視點 了解完一首歌之後 他亦都覺得很好 這個方向 然後大家去玩 大家去試 去聯絡 去溝通 這個過程是挺有滿足感的 但是音樂上的滿足感 就是當別人有感動的時候 或者是影響到別人 或者真的令到他們有一些結果 例如說 如果我過點 真的有人傳完之後 真的拍拖 我會很開心 功德無量 對 我覺得音樂創作的滿足感 是除了自己創作的過程中 得到一種快感 或者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心事 一些日記 喜歡的音樂圖片 或者一些元素在裡面 但是同時別人又喜歡 或者影響到別人 我又覺得這件事就是 好像魔術一樣 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所有關於這些 可以跟別人聯繫的創作 我都會一直維持這樣做 留言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吧